千欢万唤似出来 大家为何最初会见到 不时片头的片头 原因很简单 历来很多观众都会问 自从疫情过去之后 为何我们还未见到网罪 这个问题终于有网罪 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因为后面牵涉到大家有没有空 大家有没有空 你有空我没有空 你我有空你没有空 还要找地方 结果现在我们找到日子 亦都找到地方 所以在此需要和大家公布 日子是2023年5月26日 即是网罪 这个日子我们经过了一定考虑 原因是大家会不会有空 要出面Family Day 似乎那天会比较容易唱谈 那天是星期五 地点是哪里呢 就是姚半东的私房菜 具体地点是官藏兴业街明生工业大厦八楼 大家不需要太紧张 我们是有位同事专门负责登记的 就是电话号是92672622 打给这位同事便可以了 大家不要当他24才是异线 他也要睡觉 不然他会不会听的 最好就是正常办公时间 或者办公时间以外就麻烦你去PM 去收信息 我想PM可能更好一些 不容易搞到人家 有些问题他要直接问 比较放心 例如多少钱 多少钱现在未确实 但一定是好东西 大家会觉得稍为贵一点 但我觉得跟陈志愿博士 和其他节目主持人是值得的 还有东哥私房赛是给足料的 给足料的 是 一定没有偷偷搞料的 我们相信大概是七百多元左右 大家就自己决定如何 我再提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也想着 因为疫情的限制不太大 所以我们会搞多一点 所以大家如果今次向遇的话 就不用太担心 我也希望未来就不要借得一场 多一些机会和大家接触 人数的上限是40人 因为那个地方本身 再放多一些他们没有位置 我估计大概三围岭 三围岭 当晚应该是 除了我和陈志愿博士之外 应该有其他节目主持人 例如今次有阿Kat 例如青海神秘学的Lawrence 如果他得闲的话 还有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是谁呢 既然是神秘 那就不告诉你 另外有抽奖 抽奖是很遗憾的 这件事本身是我的错误 因为当时陈志愿博士 去了英国伦敦时 带了一个 斯芬·哈勤的金币 不是金币 而是康山 这个是5年前的 5年前的 5年前的 那时斯芬·哈勤还未死 他就叫我去找机会送出去 我认识了一条刁转的情况 就是我想了一条问题 应该答到可以拿这个奖了 结果我想不到这条问题 结果最近我搬了时才找到这些东西 幸好你找得到 我觉得如果和大家有互动 就尽量找到一些东西 给大家抽一下 即是过晚有抽奖的 可能这是头奖是吧 不是 这是安卫奖 这是安卫奖 那头奖是台奖吃一口 这是一个惩罚 当然再想一下 当然尽量找一些有心思的东西 你可否送一本书 送一本书 要我临时写一本书送 不是 你不要这么说 例如斯芬·哈勤的时间简示 是那一类的 或者是为观众而选书 上面加上我和台长的签名 要纯印就另外加钱 总之那晚大家很开心 因为见过这些浪漫书场 我们整几年都没有办过这些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 可以尽快打电话给92672622 梁锦祥工作室的工人员 那有什么疑问 我们下次再回答大家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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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第三节了 科学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 以前我们就讨论这个全球暖化 好像都不是很迷身 但是我相信今年 都颇多生活的势迟 我们受这件事的影响 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 因为我最近看新闻 越南是热到有四十几度的 可能新加坡都来不远了 就是说传统上热的地方 都是觉得很热的 是的传统你遇到那里的人 已经习惯了很热的人 那里也受不了这么热 如果报一些数字就是说 越南就去到突然之间就是说 今年你都没正式走入过 没吃五月种 我们叫做 都已经上了四十几度 那去到新加坡 就是如果你看回星马 星马那些地方 又是去到三十七 就是这样的度数 就是通常呢 其实是这样的 你越是内陆的地方 就越是容易有些极端一点的温度 反而你说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 和印尼那些地方 虽然是叫尺度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有个海洋去调节 去调候 那它就会是 只会是33、34度 很少会是上到 就是35、6度 那这个效应其实你在香港你都见到的 比如你住打鼓岭的人 我真是很尊敬住打鼓岭的人 因为热就热过人 冬就冬过人 其实就是因为打鼓岭 比起香港其他的地方 是更加内陆了一点的 那就令到它整个海洋调节效应 就会稍微弱了一点 那你看到它热过人冬就冬过人了 就已经会是这样的了 那这一种 就是我们觉得 比起极端更极端的变化 现在就越来越明显了 那个数字就似乎是一两度一两度大雨 但是突然之间你听到越南四十几度 那接着你会看到那些 在东南亚地方的新闻 你看到新加坡人都伸热 那你就知道真是很热 真是很热 不过就现在都没到夏天了 那这一下就刚才我说的 影光生活细节 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你如果这个例子是新加坡 有钱了 那大家一定会开尽冷气的了 你开尽冷气是不是 又更加搞到又更加热了 其实是绝对能源消耗的效应的嘛 另外反过来 如果那些地方更加冷 就是如果譬如说你去到一些温带的地方 它比平时冷得更加多 那些北極寒流更加厉害 那又反过来 你开个暖气又会更加厉害 那其实就是长期就令到那个 整个气候系统里面的能量起伏的可能性高了 就是于是乎冷的更冷 热的更热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多 就是大雨的更大雨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多 那这里又要拉一个警报了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今年的厄尔尼洛 埃尔尼洛现象 预计会也会很厉害 那三五年就回来一次的了 但是今年又似乎已经度到一个先兆 就是说厄尔尼洛现象会很厉害的 这个名字好像是姓鸣 我不记得那个中文翻译 但是它具体的意思是说 是干绝的地方会很干绝 下大雨的地方会很极端的 是的 其实它最主要看到的讯号就是说 在那个赤道 在太平洋那边赤道地方的海流 又是重新看到那一柱 比较温暖的海水就由太平洋的西面 就是你预计就由印尼那边呢 就一下子就擠了去那个南美洲 那个智利秘鲁沿海的地方那里 就是那一柱的海水 如果它是更加极端 那个温暖程度越极端 你越明显看到一柱很厉害的海水 暖暖的海水 由西面擠了向东面 然后撞了去南美洲那边的时候呢 这个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叫 埃尼洛现象的信号来的了 我自己有生之年 其实都经历过很多次埃尼洛现象 但是我印象中最深的那次 其实就是1997年那次 1997年那次你记不记得 那年整天下大雨 7月1号那晚就下大雨 不只是7月1号的 是整个五六七月 不停下大雨 还有特别遲打风 1997年那次是特别遲打风 因为那年的埃尼洛现象是很厉害的 那我一路就知道就是下雨更厉害的 那些风打少一些 如果相反那个叫拉尼洛现象 就是会是反过来的 反而就是那个打风会多一些 而且那个出来的效应 也是另一个相反的效应来的 那这个就变成了 1997年的7月1号 怎样去狂风大暴雨呢 其实就是这个的 拉尼洛现象的影响 那我很记得当时我是读着 刚刚考A-level 然后考完A-level 就打了一份暑期工 我就去到火炭那边打暑期工 你知道由火炭那个地铁站走上 你要走上火炭山那里 我经常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玩逆向激流那样 就是早上上班时间就是 那些雨水就沿着那条压背湾街 一直滑下来 就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早上 那种厄尔尼洛现象就是其中一种这样的体现 那我就会说 其实这个厄尔尼洛现象越来越频密 和越来越厉害 都直接跟这个全球暖化有关 但是它那个具体的影响 如果再扩散下去 你觉得会去成什么样的 简单来说如果你说说全球暖化 那真是会越来越热了 接着海平面上升我们是有度到效应的 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 尤其是对于香港的人来说 你觉得微不足道 以厘米计的东西就不觉得的 但是对于很多其他在海洋的国家 你计算潮值效应 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效应 那是不是有些会浸在水底呢? 会是啦 那这个就是由人的层面 那其实我觉得 你如果问我呢 要数整个 就是当然大家看什么全球暖化的效应 就是大家都很容易 由自己的那个感官到来去体现 但是你说如果看得大一点的尺度 有些其实大一点的问题藏在背后就是说 是整个那个海洋的移居带 人类的移居带 就是说移居的地方就是说 你整个食物链 那种粮食链生产的位置是有那个移位 是你那个变化速度大到的地步 会不会直接影响了那个粮食 那个食物链的粮食生产呢? 那对于生态的问题是怎样的呢? 那个变化太快的时候呢 你会否适应一次呢? 那最后你会回到去呢 原来是令到你碗饭贵了 你原来是可以说 拉到全球暖化这一道的 那这就牵涉到那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先前的一个多月都试过 很少有介事讲过能源问题了 你的能源革命 赶不赶得及? 那刚刚这个礼拜都有消息 就是说英国他就有个理程碑 就是说他用生产风电就超越了 他用这个天然气 他好像说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程碑来的 因为本身天然气地球上面 很多国家用的是不少的 但是现在似乎英国他搞风电那里的速度 追上一颗都几快 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具体现象呢 其他地方就很多 现在吵得很重要的 欧洲他们的学生就有示威的 但是如果举例例如澳洲 澳洲的山火 他们是认为跟这个全球 举例如冥法气候有关的 第二 欧洲的水灾 德国的 美国也有很厉害的山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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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大汗或者大劳大汗 就是用那个字眼就是 濕就濕了头 干就干那头 热就冬就冬那头 就是那个起落 就是越来越不是一个我们适应的范围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 你都是要靠 就是唯一的那个出路就是 就是我不计算你 就是你如果问我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就是将人 人类的数目从地球上切一大截 少些人就少些这些问题的 但是我这样讲 很不人道 很不现实 但是其实就一个 就是如果大家都还是要生存的话 那唯有就是由能源方面去着手 所以我会很觉得 就是未来这几年很值得去 很留意那些新能源的消息 所以我都会特意去选择多些 这些消息来看 那当然希望如果中间有些投资机会 这样就更加好了 这个是有益的投资来的 大家投资有益的东西 不要投资没益的东西 是的 现在是这样讲的 就是那个核聚变那里 其实是不是有新发展呢 因为我们讲了很多次 但是似乎每个月都好像有新的出领 技术层面上我没有什么新的补充 但是刚刚这个礼拜很有趣的就是 连Microsoft都落财了 就是你周围去看一下 闻一下闻一下浅味 就是不只是讲一些很小型的公司 或者是由国家机构去带起这些核聚变的研究 现在是讲的就 Microsoft都落财 去投资下去这个核聚变能源那里 这个消息就由路透社公布出来的 就是说它 直接想着去投资下去一间叫Helion的公司那里 这个新闻也很接近的 这个新闻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一天的出的 是的 那直头讲的是Microsoft打算给它买 就是准备给它买这个新的聚变能源了 其实 所以我会觉得 你去到这些公司都这样出手法的时候呢 这件事会不会是讲超过10年后发生呢 我会觉得是10年左右的时间 10年内发生 就是其中一个里程碑我会说 会不会就是2030我们已经见到 就是有人是商用第一个的 商用的聚变能源的发电机出来了呢 那我想大约都在这些时间发生了 他说比你说还快 是2028年 是的 是的 不过有件事大家一定要留意了 这件事呢 原来跟这个ChatGPT有关的 哈哈哈哈 就是OpenAI的CEO Sand Altman 大家要记住这个人物了 因为这个人物是 现在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生死了 他也读了他也读了他也读了他读了三亿七千五百万美金下去了 我也不明白这个人 不要说这个人了这个人呢 就是这么短时间 可以不断都拿三亿几美金出来 就是那个ChatGPT 这个真的是金库来的 是是是 而有一个我们还没拿出来说的 就是刚才和台长 之前我们也没跟你提 其实也是適合这个礼拜的消息 就是日本 说的是 都有资金 想要折下去 应该是三零 我不知道是否搞错了 应该是三零重工那里 就是一个 日本版的 民营私营的核聚变窝路 那连说的是 日本也有进一步的动作 所以你会看到 在那个发达国家那方面 这一种这样的投资 已经不只是说 由国家实验室那层面 已经是真是那个 私营机构 和那个研究机构 就是私营机构由于的研究机构 将这个技术接盖 拿下来准备在民用的那方面 那也都讲多一点点 为什么做AI的人 会需要有一个理由 对这些核聚变的有兴趣呢 其中一样东西 不知道要不要解释得了 其实呢 你去维持着这个核聚变里面 那些等离子体的稳定呢 其中一样东西是很需要的 要去到用人工智能 来帮你学习一下 里面那堆这样的 非常高温高热的等离子体 它里面的震动的pattern 怎么为止稳定不稳定 在什么pattern之下 我需要放些什么下去 令它更加稳定 有什么信号 是表现到它是越来越不稳定 因为它里面整个流体里面的形态可以很复杂 所以其实现在是加了 原来是加了AI的元素下去 来去学习这个核聚变窩炉里面的等离子体 是用AI来帮你去帮你去维持整个核聚变窩炉里面的稳定性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你AI的人尤其是这些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人 当你看到这件事这么有用的时候 你不会没有兴趣 不过国技术的细节我都觉得比较难掌握 因为它现在都没有说到 这个Microsoft跟它签个协议后面是怎样的 它还没上市的 所以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一些秘密来的 但是我们说了这么久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这个技术不是叫做正式成熟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是不是 如果从这个新闻看起来 开始有点眉目就是已经是做到的 不过问题就是它还没将它mars produce 还没将它大规模去制造 所以是这样的 这个又要很有賴于 这个又要这么说了 我们科学新知节目不小心提了几个信号在这里 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叫做Livermore的实验室 它不是首次做到就是一个输出带的输入的 虽然我们那时候说其实这个输出带的输入都有点假的 但是大家会觉得就是说都是一个理程碑来的 就是只需要再多一些的投入 最后就会去到最后一里路就加速得特别快的 就是你可以说是一种眼光 它们大家都觉得这件事似乎就将会最快去成熟 如果以说一个十年期的投资 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保证有回报的一个长期投资 于是乎它们就扔下去了 而你发觉对于这些有钱佬、Microsoft这些大机构 它能复得起这个风险 我看下去我觉得是给你乐观的 因为现在你看到它现在它籌期 私人的资本是5亿7千万 不是叫多钱的 如果以这个数据 但是OpenAI的CEO已经下了3亿多下去了 我不知道它有多少钱 但是我又不会同意你这个说就是说瑞银 就是他们又没有瑞银这个概念 反正要给钱下去一定要赚钱的 而且我期间这么短是2028年 今年是2023年嘛 是呀 头头尾是4年嘛 所以我的看法 我看这些新闻 我觉得它们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了 是 应该说春光水暖鸭先知 就是它们应该有更加接触到 尤其是在一个私人机构领域那里 因为你说的 如果美国在民间里面自己搞核聚变的技术 那些机构是有几十个在那里的 那你譬如这些 我自己都不熟悉 原来Helion这家公司 原来已经是给Microsoft去看中 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说 大家就算是行外人 母女汉花 但是你都已经见证到 就是整个个行头 由很零碎的消息 变成为越来越热闹 变成一个真实体的投资 那下一步你就会见 就是一个一个这样的公司 就真的正式上市 都不奇怪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Helion可能就没多久就会上市了 但是我们以这个7GBD的前科 我们可以推断就是 其实它们有相当之强的把握在这方面 有几强我说不到 但是你要问我 因为现在核聚变的技术 它有分几层的 美国那边的主流 很有趣的 美国那边的主流 跟这个中国大陆 欧洲那边的主流 又有些不同的 就是我们用一个叫 好像东勒形状的Tucamac 那你就见在韩国 中国大陆 欧洲 就比较多这些设计的 但是如果是用那种激光引发 那种这样的聚变 似乎你见美国就比较多这边的动作 那你见美国很多那些 是聚变wallow的model 都其实是用它们采取的设计 又跟中国那边不同 那谁会快些呢 我都讲不清楚 纪录就隔几个礼拜 又有个新的纪录走出来的了 就是差了你是来自韩国 还是中国 还是来自其他国家 还是来自其他国家的 那就是我自己都会说 一个以2030年作为一个指标 这件事会变得几乎成熟 那我会觉得机会率很大 是 那他在这里讲的就是 他们有一个Polo type 就是叫北极星 Polo type 就预计会在明年2024年 会有发电的能力 这个发电的能力当然不是很厉害 但是是做到给你看 做到给你看 接着上市 那你买还是不买呢 我们2024年就去看看 OK 那这一集是结束 我们下一集再回来吧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